好 来 拍这部镜头 来 一 二 三 获得树林区模范父亲表扬的爸爸们 每一位都是盛装打扮 和陪同的家人们 一同出席属于荣耀时刻的表扬典礼 这份荣耀不只属于爸爸们 而是社会各界敬重父亲角色 为家庭 为家人的努力付出 以及从事社会公益 足以称的上是社会楷模 父亲都扮演这个岩父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在我们市民里面 选出21位的模范父亲 来代表我们树林区的今年的楷模 来让他的家庭子女了解孝道的一个重要 获奖的光荣时刻 爸爸们轮流走上台领取荣耀 过去这数十年对家庭的默默付出 努力打拼 其实子女们都看在心里面 因为父亲不只是一个称谓 而是具有多重的意义 带领家人成长 守护家人安全 所有的种种都是来自父亲 对于家庭的经营 才能够让下一代平安长大 那现在我已经 也为人母了 然后知道爸爸真的到现在还在担心我们姐弟这样 因为我两个弟弟 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能够照顾小朋友 然后让他孙子越来越好 也就是让我们成家越来越好 那我也在这里告诉爸爸说 不用担心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每一位父亲都有扛着家庭责任 尽心教育子女的感人故事 以这一些得奖爸爸们的感人事迹 期盼教育下一代以此为准则 让更多的准爸爸学习 和另外一半持续打造温暖的家 守护子女成长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树林采访报道